真沒想到名勝古蹟的對聯 居然有這麼多的錯誤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五臺山 五臺山是我們國家五位級的風景旅遊名勝 它裡面有很多名勝古蹟 也都張貼了一些對聯 那麼它裡面的對聯也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案例 這個照片是我照的 看這上面是方丈 那是從右往左 對吧 那麼跟著碧山寺 這個碧山寺也是從右往左 那麼這兩個牌匾是沒有問題的 它張貼的順序都是對的 那麼跟著對聯也應該是從右往左 上聯應該是在右邊 對吧 下聯應該是在左邊 那麼它的對聯是 燕霞清靜 陳無際 水月空靈 幸自明 一看這個就是古人寫的 非常有韵味 也非常有禪意的對聯 但可惜啊 這個當代的人給它張貼反了 水月空靈 幸自明 這是下聯 他把它張貼在上聯的位置了 那麼這兩個錯位了 那麼左右順序正好就到了 所以你這個對聯的張貼啊 一定要跟你的牌匾或者橫批要一一對應 橫批或者牌匾是從右往左 你一定是從右往左 這個秩序是不能亂的 室友請不要走遠 還有夏季